第47章 同意 夏侯瑜接过萧桓手中的帕子 向他道了声多谢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觉得把帕子从萧桓手中抽出来的时候 有一瞬间没能抽动 一定是错觉 一方帕子而已 萧桓既然送他 又何须反悔 萧桓却是一阵耳热 他送他帕子就是了 怎么湿到临头却犹豫起来 夏侯瑜从他手中接过帕子 他居然下意识地用力捏住了帕子 还好他很快反应过来 不然可真的要闹笑话了 萧桓心里有些不自在 左顾右盼地开口道 这是桂花术 你居然认识桂花术 你不会从小就帮着阿家给花浇水吧 浇水倒是没有做过 阿娘喜欢带着阿喜给花浇水 喜欢指使我搬花盆 萧桓身材修长 看上去有些轻瘦 他却知道他衣上下的胳膊 有多结实有力 否则前世他也不可能 把他护在身下了 萧桓直到夏侯瑜在猜测 吴氏为何要指使他搬花盆 所以笑道 我是阿兄 这种出力的事自然指使我了 这倒也是 先帝的灵宫 还要请都督多多费心呢 长公主放心 最多两个月 先帝的灵宫就会修好了 夏侯有道就能入土为安了 比前世提前了两个月 是因为前世萧桓做了大司马 没功夫关注夏侯有道灵宫的进展吗 萧桓心中却有些不是滋味 夏侯瑜就应该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女郎 只为手上沾了灰尘而烦恼才是 我觉得长公主说得很对 她正色道 目光肃然 令她英挺的五官更加分明 我们不能任由卢渊这样肆无忌惮 想从卢渊手中夺得一席之地 这次北伐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明天就让宋浅来见你 至于北梁那边 由我打听 只是怎样引导当今百姓的话题 只怕还得请正大人或是谢大人出面 这件事也交给我 我来请舅父或是谢大人 帮着举办几场酒会就是 都督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 到时候燕京四座就行了 还燕京四座呢 她又不是女子 承蒙长公主极言 但愿一切都如长公主所料 夏侯渝很有信心 那我就告辞了 你这就要走吗 我去万成寺之后还要回庄云 太晚回去了不安全 萧桓点头 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 她亲自陪夏侯渝去向吴氏辞行 和吴氏消醒 一起送了夏侯渝出门 夏侯渝上了牛车 松了一口气 两世为人 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心平气和的 和萧桓说话 而且还是说服她 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她心里是没有底的 可进展却比她预想的 要顺利得多 也许没有了前世那些对立和争执 萧桓也并不是一个 不好说话的人 万成寺占地不过十来亩 不大 但寺院微额 建筑精美 寺庙里种了几百株 白色的山茶花 到了暮秋初冬季节 景色尤为漂亮 因夏侯渝到的棺果停在这里 万成寺已经闭市 通往万成寺的几条大陆小道 以游宫中禁卫把守 不得通行 夏侯渝的牛车上 刻着皇室的家徽 她的牛车刚刚驶入 通往万成寺的道路 就已经有禁卫 通报此地的守卫 和庙里的僧侣 等到她的牛车 在万成寺的宜门前停下 万成寺的住持 禁卫教卫 还有照看夏侯渝到 观果的田泉等人 都已经在宜门前等候 夏侯渝看着几日不见 却骤然间从中年 漫入老年的田泉 心中很是唏嘘 起来吧 她示意阿良 掺了田泉起身 由禁卫教卫等人 又簇拥着去了夏侯有道的灵堂 白漫重重 鲜花贡果 烛火檀香 一样也没有马虎 夏侯渝的眼泪 还是忍不住落下来 长公主 杜惠等人安慰着她 陪她上香 把这些日子抄的经文 一张张地烧给夏侯有道 保佑她在黄泉路上 鬼魔不清 就算是这样 夏侯渝还是思念自己的胞弟 希望她能在人世间 多停留些日子 先帝七七的忌日 尚书台那边 可曾拿出章程来 我这就派人去尚书台那边问问 夏侯渝疲惫的汉首 先去了政府 正分正要考量两个儿子的功课 听说夏侯渝过来了 也没有见外 让人直接把夏侯渝带来了书房 夏侯渝却有些不好意思 郑多和郑少两人功课从小就好 正分这个父亲 每次都只能超过他们所学范围内提问题 才能难倒他们两个 小的时候还好 两人长大后 心里就觉得自己的父亲不太靠谱了 他磨磨蹭蹭地 估算着正分应该问完了 才进书房的院落 第48章 借助 正分对夏侯渝很宽容 看见他就笑了起来 吩咐侍女去泡茶 夏侯渝受母亲文宣皇后的影响 相比烙浆 更喜欢喝茶 他笑着向正分道谢 和郑多 郑少 见了李 去跟你们母亲说一声 进您过来了 让他整两桌好菜 郑多和郑少面色如常 恭敬地向父亲行礼 郑要退下去 却被夏侯渝喊出 舅父 我等会儿还要回庄园 就不在这里用晚膳了 我和您说了话就走 言下之意 他来这儿是找正分有事 郑多和郑少恭顺的应试 退了下去 夏侯渝看着 心里替他们难受 却又不能指责正分 他既没有宠妾灭妻 也没有否认嫡子女的地位 和继承权 他只是不喜欢这两个孩子 谁还能要求他 一定要喜欢哪个孩子 我听说两位表弟的功课很好 若是外祖父在世 肯定很高兴 去跟阿诚说一声 让他把我从荆州带回来的好茶 给两位郎君各送些去 正分对侍女道 侍女应声而退 夏侯渝喝了口茶 他也只能这样帮帮他们了 夏侯渝和正分说起了这次的来意 正分听得直皱眉 印您的事 是你父皇亲自督办的 新军刚登基 他又是继承的先帝皇位 他这个时候给印您翻案 怕是不太好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若是卢淮在北边打了胜仗 我们可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现在好歹能见卢淮的东风 舅父 你说萧桓是百年罕见的用兵奇才 不会是骗我的吧 你胡说什么呀 这种事我敢骗你吗 是驢子是马 总得拉出来溜溜 我难道就不怕他实力不行 到时候被卢渊一巴掌给拍死了 凡是和你年纪相当的郎君 我都和阿诚一个一个分析和相看过 这才选了萧桓 你舅父做事你还不放心 那您到底疼不同意 卢渊祥北伐 我们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做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建功立业吧 照我说 我们就应该把杜芝尚书的位置争取过来 然后断他的粮草 就算让他北上也走不远 舅父 若是战败死的也是我们的人 国力大伤 万一北梁胡人南下 建康城未必保得住 所以我才没有给你们出这主意 不过 你既然要给萧桓造势 我帮你就是 等会儿我就去谢家 和谢丹阳的大兄商量商量 是该怎么办 夏侯瑜郑重地向郑芬道谢 齐身告辞 你不见见你舅母再回去吗 自然要见 夏侯瑜笑着 在书房门口和郑芬分手 去见了崔氏 我还怕你们的话没有说完呢 阿多说 你不能留下来用碗扇 我就让他们装了些果子 让你带回去 崔氏指使着几个小侍女 在装桃子 李子等果子 七娘子的事 舅母就不说了 总之一句话 你是我们家七娘子的再生妇女 她一定会记得你的恩情的 七娘子也是无望之灾 说什么谢不谢的 这件事能圆满解决 也算是幸运 舅母千万别这么说 等到夏侯瑜从政府出来的时候 她身后多了一辆装满果子点心 挤压羊肉的牛车 回到庄园 她更是得到了崔氏母女的真心感激 崔七娘子的母亲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道 长公主 就让七娘子跟在你身边好了 回家灌信仰 回家灌进修 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我出嫁的时候 还有些陪嫁 等着风声过了 我再悄悄地给七娘子建个倒灌 把她送过去 你若是信得过我 就让她在我的庄园里住下好了 倒灌什么的也不必着急 你留着给七娘子做陪嫁好了 崔七娘子的母亲谢了又谢 和崔七娘子给夏侯瑜行着大礼 杜惠忙将两人掺了起来 夏侯瑜连着两天奔波 已经累得不行 在庄园里好好地歇了几天 张涵亲自送来了 夏侯有道七七忌日的张城 夏侯瑜仔细看了 移成比照武宗皇帝下葬时的规格 他非常满意 张涵道 天子说了 若是长公主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让我带个话回去 照着长公主的意思 再让尚书台改一改 先帝七七的祭祀礼 我再亲自向天子道谢 天子尊重长公主 特意嘱咐我过来看看长公主 长公主若有什么不便之处 可让小的带话 也可去显阳宫和天子说 天子以下旨进魏军 长公主的车架 可直接持进宫院 如先帝在世时一样 又不是自己的同胞兄弟 这样的尊重 恐怕是要付出代价 夏侯瑜不以为意 送走了张涵 没两天 郑芬那边安排好了 她以洪富的名义 在中山举办一场酒会 到时会重提当年法属之事 为萧桓造势 问夏侯瑜去不去 夏侯瑜犹豫不决 中山曾经是她的伤心地 她十年不曾踏足中山 重生回来后 这种感觉依旧直跟于她的心中 她能住在庄园里 只要不去想遇翠婷 就不会感到伤心 可她只要想起中山 就会本能地厌恶 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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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